阿妩 爹爹 别动 好些了吗 发了汗 今日清晨舒服多了 在这儿发什么呆啊 女儿心里憋屈得慌 想去探望宛如姐姐 可又怕惹她更难过了 这世上 恐怕只有我的沙阿妩 才会觉得被册封太子妃 是难过之事 你说什么 宛如姐姐要做太子妃了 太子做下那等恶事 她怎么可能会心爱情愿地 嫁给她做太子妃呢 谢婉如我施了明洁 不嫁给太子 要她出嫁为你吗 这事倒也太不公平了 还有那豫章王 那边怎么解释啊 至于豫章王 他昨日救了你 你还未曾谢过吧 是啊 当时我呼吻沉沉的 后来才知道 是她相救 你是女儿家 这种事 为父替你出面 外面凉 不能久坐 知道了 为父名誉再来 别动 来 爹爹慢走 儿臣向父皇请罪 何罪之忧啊 儿臣一时气愤 忍不住动手打了太子 请父皇责罚 就当你递阵打的 起来吧 儿臣还有一事相求 若父皇不答应 儿臣不起